欢迎收看三代时光惠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翔 三代时光惠客室是由公民行动 已经记录资料库独立制作 欢迎大家能够透过捐款的方式 来支持我们 你可以透过订阅我们的Podcast频道 或是YouTube频道 随时知道我们的最新的资讯 随时知道我们最新的公共议题的讨论 我想今天节目播出的时候 公投已经投完票 不知道这个结果你到底满不满意 不论你是要什么样一个投票的结果 这都是一个 虽然是一个台湾民主政治的象征 但是有时候也会觉得这个是 简化了议题的讨论 当然在公投的议题当中有好几个 其中一个就是有关于藻礁 因为这个第三接收站 天然气的第三接收站的开发工程 引发了这个藻礁保存生态的争议 不过这个争议不是只有在这个三接这个部分 其实在基隆也出现了这个第四接收站 天然气的第四接收站 世界的争议这是因为 在基隆的协和电厂呢 要把原来燃烧重油的方式改成 这个天然气 但是不过这个改成天然气的这种做法 会在这个 做了一个用铁海造陆的方式来去进行 而这个做法其实引起了当地的地方议员 地方团体还有环保团体的抗议啊 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就要邀请到这个 参与这个抗议过程当中的 基隆市议员王醒之来跟我们谈这个话题 王议员你好 嗨 周翔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基隆市议员王醒之 我是一个无党籍的市议员 谢谢王议员 其实我们最近在一些媒体上面 虽然没有太多的媒体报道 但是我们也关注到的这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看到你啊 还有包括陈威仲议员 还有像张渊祥议员 还有一些基隆在地的地方团体 跟这个全国性的环保团体 都一直在关注这一件事情 就是基隆的协和电厂 那他要改建成为这个天然气 但这件事情引起了一些争议 然后你们在前几天 也到基隆市政府前面去快闪 我看到了一个基隆市警局 很快的就举这个牌子 笑你们赶快 我想说会不会速度太快了一点 因为我那时候我在看直播 但是你们会去抗议这件事情 是因为你们从一个环境 或是从一个能源分配 相关的议题的角度来看 你们会觉得说 这样的一个新的这个电厂的改建 会造成这个外木山海岸的整个生态环境遭到破坏 那也许可以 我们等一下在谈这个诉求之前 也许我们可以先请议员来跟我们 介绍一下这个外木山海岸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它跟基隆的文化 基隆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这个说起来其实会是很长一篇 我不认为今天的节目会有足够的时间 但我必须要说就是外木山其实对于很多基隆人来说都是有特殊的记忆 就是说如果你今天你只要到基隆 你随便拦到一个路人问说 你有没有去过外木山 以我自己的调查 99.9%都去过外木山 那为什么大家都会去过外木山呢 不管他几岁 他都去过 是因为外木山目前现在是对于基隆市来说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在地休闲的去处 那对于其他外县市的观光资源来说 这个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对于基隆市自己本地人来说 它会是一个非常适合全家大小出游跟散步的好地方 那为什么这么好 那它的关键也在于是说 我们基隆市作为一个海洋城市 其实这个角色我想说对于全台湾人民来说 都当之无愧 作为一个海洋城市 但是实际上基隆市的海岸已经有百分之将近90 百分之87都已经被水泥化了 所以剩下百分之十几 还勉强算是天然海岸 而这些勉强称之为天然海岸的海岸中 其中最长一段就是在外木山 所以就是外木山它也因为那边的地理位置关键 所以你如果站在百米洪炮台上面往下看的时候 那个海景是非常好看 然后同时你也可以看到 这个我们称之为海上龙珠的基隆雨 也就在外木山 外木山这个海岸的正对面 所以现在周边当然又会有大五轮炮台 或者是大五轮沙滩 然后还有情人湖步道等等的 相关油气资源 所以那边你几乎问38万的基隆人 我认为367万的基隆人 一定都去此生至少去过一次 所以那个地方对于大家来说是 对于现在还住在基隆的人来说 是一个 我认为是一个非常好的游气 和放松身心的地点 但是对于老基隆人来说 那个情感又更不一样 因为外木山 它以前的老比较老的地名 叫做博山欧 那个欧 那个澳 澳底的澳 那个澳其实是在讲的是一个海峡的狭角 那所以它外木山渔港和渔村 其实我们全台湾有很多 类似像这种典型的渔村渔港 其实都是在这种狭角所发展出来的 那所以渔业这件事情 其实在基隆当然也是重要的产业 然后同时过去在那边的渔业 其实养活了非常非常多人 那所以有非常多在文化 甚至传说或者是生活民俗当中 外木山的这片海 其实在老基隆人或老外木山人来说 都是有一些很重要的记忆 比方说我们到现在为止都还会有 比方说就是外木山的海上王爷文化记 那个东西其实在全台湾相对少见 其实就是基隆市的几个渔港的渔船 大家会聚集在一起 然后跟着王爷在海上绕境 那这个文化记其实到目前为止 也都还一直持续在进行中 那也意味着就是这个渔村的文化 还有在和渔村信仰这件事情 因为有一大部分的渔村的信仰会是以妈祖为主 那但是有一部分的会是以王爷为主 就是说这个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深植人心 而且目前现在基隆市政府文化局也在大力 这个行销和promote这个海上王爷绕 那所以对基隆人来说那个地方其实是我觉得有特殊的意义 那你现在如果去访问老的基隆人都还会讲得出来 他即便可能已经走不动了 他可能都还可以说得出来说他年轻的时候谈恋爱 是在那个地方善良的等等 那唯一的差别是什么 就是说大部分的基隆人其实并不知道那边在海面下的世界是一种什么生活 那我再用点时间讲 就是说我们目前现在了解到就是说整个外木山海域的海底下 差不多在海平面30公尺以下的生态当中 我们会看到这个其实都是台电自己调查出来的数字 就是说有74000株珊瑚其实是活在那个区域当中 那它有包含硬珊瑚就石珊瑚跟软珊瑚都有 那细节我们就不讲 但重点是在那片海域 我们珊瑚如果你就把它想象成是一个海底森林一样 所以它其实就会形成某一种天然的巨鱼效应 而且也会是基隆重要的渔场 那所以外木山渔港在那个地方 以及跟渔获量之间的联系 那我们认为它是非常非常直接的 所以外木山一直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小的传说 是从非常远古以前留下来的 那现在当然也会变成我们在地方上社区营造 或者是地方创生里面一个重要的子题 它是真的一个传说叫做大草鞋传说 这个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 但总而言之其实是外木山渔港相传在很久很久以前 然后有从这个海面飘来了一个很大的草鞋 那大家看到这个大草鞋其实就会非常担心 想说哇这个草鞋怎么会这么大 那一定是代表在海的那一端有更巨大的巨人 那他们会不会哪一天就跑来攻打我们 后来占领我们或侵犯我们 大家左思又想根本不晓得怎么办 那面对这个在海外不知名的地方竟然会有住了巨人国 后来村里面的七老想出来一个办法 你知道什么办法 大家决定 再做一支更大的草鞋 然后把他丢回海上 吓倒对方 这个其实就有点像是军备竞赛的概念了 就是拿来再吓倒对方 那后来的文史工作者在考究这一段历史 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或者这段传说 有人这么认为 其实主要竞争的对象都是琉球 大家为了要竞争 基隆跟琉球之间海域的渔场跟渔业资源 早期 然后所以发展出来 类似像这些传奇的故事或者是等等 那其实非常有趣 但是我回过头来要讲的是说 类似像这样子的故事到现在为止 还会在基隆的 齐老的口中朗朗上口在说这件事情 它其实就是意味着渔村文化以及万木山海岸 莫山欧亚的生活加上渔村文化 这几件事情其实是勾连在一起 非常仍然非常完整 但是需要再更被精雕细琢的一个渔村生态和故事 这个地方是一个有故事的地方 也是一个有记忆的地方 然后它也不是一个纯粹的传说 它还有非常多的生活的遗迹 不管是骑老也好 或者是海岸的生态也好 甚至在海底的生态也好 其实从一个文化的角度 从保育的角度 它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的基金 甚至跟基隆人的生活 它的渔获是有很大的关系 不过你刚刚谈到那个大草鞋的 这样的一个故事 那似乎现在又面临到一个大草鞋 背后的一个巨人了 是这个意思 比如说今天看到的 今天的事情是来自于协和电厂 那协和电厂事实上 过去其实都是燃油 或这样的一种发电的方式 那我们看到以前的报道 是常说这里又下黑雪了 然后这个飘到家里面 这个都是黑妈妈的一片 所以过去对这样的一种污染 是非常非常的讨厌 那不过最近好像协和电厂又想要把它改成 变成这个天然气 这个燃烧天然气的方法来发电 那为什么这样的一个 看起来是一个利益良善的 这样的一种发电的方式 能源转型 为什么似乎又变成是一个 在一个来自于外面的一个大巨人呢 应该是这样说 就是我们大概都知道 台湾现在正在推动能源转型 而且已经几乎赶不上了 那在这个时程非常急促的过程当中 我认为80%以上或甚至90%以上的基隆人 都会赞成协和火力发电厂从燃烧重油发电 改成燃烧天然气发电 这件事情是毫无疑问的 就是说包含我本人在内 我也都觉得这件事情是好事 那因为过去确实因为协和火力发电厂 从民国66年开始营运到现在 其实已经将近半个世纪 那所以四部燃油机组 同时在运作的过程中 它当然会制造说非常非常多的空物 就是说我们一般 知道最大宗的比方说 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或者是硫氧化物 氮氧化物悬浮威力这些东西都有 可是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你刚刚讲的下黑雪这件事情 所以特别是在中山区或大五轮 安乐区的大五轮地区 其实经常我们也会知道是说 早期的时候 很多大家车辆平放在外面 然后就过了一个晚上出来 就已经全部就黑麻麻 有点点就一大堆 那这个状况是大家感到非常非常痛苦 那台电过去在处理 类似像这样污染事件的时候 大概也都是用 我们讲的回馈金的方式在进行 平息在地方上 希望能够取得一个平衡 这是台电经常使用的方法 对对 这个是台电经常使用的方法 那包含像我们过去长期看到像在 因为现在协和火力发展还西岸 那包含我们看过去东岸的这个 北部火力发电厂 乃至再往东去的深澳蓝莓电厂 其实也都是 大概台电都是用这种方式在处理 跟地方的关系 但是现在是说 如果从重油改成燃气这件事情绝大部分的金融人都赞成 可是现在最大的争议是什么 现在最大的争议是说 在要改成燃气发电的同时 他们在计划中包括了一个附属设施 跟机组无关 跟燃气机组无关 台电做了一个附属设施的计划 在整个大的转型的计划中 那这个计划里面就是包含了要做附属设施 这个附属设施要拿来放天然气接收站 但是这个附属设施放在哪里呢 这个附属设施就必须是 他们要填海造路18.6公顷 做出一块新的平台 然后再放置两个天然气 也就是说我们在讲的LNG的接收站 要放在上面 那这件事情其实就会变成是 就要开始值得深思一件事情是说 如果能源转型是大家所乐见的 那但是如果在能源转型之前 或者甚至能源转型的过程当中 仍然有人或者是环境 因此而受害 那就要回过头来问 那这个转型本身是不是有问题 而这个转型能不能还有更细腻的方式 这件事情其实就值得要讨论 那所以他就会 填海造路的方法 对于当地的环境 或者当地的人没有好处吗 还是会带来什么样一个负面的影响 好那填海造路的话 我们现在所了解到 这个以下的内容 其实都是台电自己所提供的数字 可能是在第一次专案小桌 第二次专案第三次提出来的数字 大概大约是这样 就是说填海造路18.6公顷 大概就意味着要准备 倒入350万立方公尺的土方 直接进入到海中 那进入到海中之后 就会导致有7万4千株的珊瑚 直接活生生被活满 那除此之外 在景观上也会带来比较巨大的变化 就会是说 他们所做出来的量体 大概在海平面以上的高度 大概就是5层楼这么高 14到15公尺高 那不是一个小的量体 然后呢 整个面积 我说是18.6公顷 其实就相当于443个篮球场这么大 那这件事情往下做了之后 它其实会带来附带的效果是什么 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典型的 那个图体效应 那我们看到就是说 各个不同的专家学者 特别是之前也有 这个台大图木系所的老师 直接在说 一般图体效应是 你只要往外做一公里 图体离岸一公里的话 离岸一公里远 基本上左右两岸 一边就是会淤积 另外一边就会侵蚀 那侵蚀加淤积的范围 就是左右各5公里 所以这件事情一往前做的结果 就会是说 以邪恶火力发电厂为中心 天海造陆的范围出去之后 一边就会影响到外木山渔港 另外一边就会影响到基隆港 再远一点点 还会影响到基隆 现有唯一的大五轮沙滩 那这件事情 其实就会改变了整个 外木山的自然 海底生态 然后以及会影响 整个在视觉上的景观 其实也会受到 光光资源也会受到影响 所以这个冲击 我们觉得非常非常大 但现在比较大的问题是什么 台电他们在公开的会议场合 其实也都讲说 他们有做过民意调查 他们做的民意调查里面 他们声称有八成的基隆人 都对于电厂的改建计划表示同意 那这件事情其实就非常值得深究 我们就在问他说 那请问你有让你的改建计划 完整的让受访者知道吗 其实大部分人不知道 就是说我们典型出会说 这是包藏货心 就是说大家都赞成 大家都赞成 变成转型 但是能源转型造成的后果是什么 其实你的意思是说 这些受访者才会不知道 这件事情其实是大家不知道的 所以我们这段时间 我们几位议员再加上几个环境团体的同志朋友们 我们一起都在基隆市大大小小街头 比方说海洋广场火车站循环站 我们四处在跟大家演讲 拿肥皂箱说明这件事情 大家听到都会觉得说 能源转型大家很赞成 但是一听到要填海道路这件事情 那个问号马上就会出来 甚至会直接的反对 那所以这件事情 我即便现在在这个节目中 我也都说我个人的立场 当然是反对天海照路 因为我知道有其他更好的替代方案 但是我也愿意 觉得应该要踩一个更公允的立场 是说台电至少应该要把对等的资料 把它摊开来 让大家知道之后再重新做决定 而不是现在片面的不断宣称 说有八成的基隆人都赞成 但我们现在所了解的是 不是八成的基隆人都赞成 而是八成的基隆人都不知道 对 这个其实是台湾的政府 在做公共政策常见的一些手段吧 这个完全是一种不分蓝绿的这种做法 就是 大家都觉得会有好处 我当然是要改 可是他其实面临一个所谓资讯不公开 资讯不对整 资讯不完整的这种状况 所以你今天如果你要真的要让知道民意 是什么 那就应该把这相关资料是完全 最起码必须要告知这件事情 但是在台湾的一直以来 这个问题都是这样严重 包括这个藻礁的公投 也是到了公投之后 这个经济部才不得不把很多的资料拿出来 那难怪这个民众会有很多的反弹 不过你刚刚谈到的 我想他不只是对于所谓的颈观造成影响 你也提到了海底的生态 例如说那边有很多的珊瑚 可是这个台电曾经表示 他说为了填海造路 他其实已经做了这个海域的生态调查 然后这个专业的 这个专业总管理师张庭书也表示说 这个规划填海造路的区域当中 并没有保育类的珊瑚 所以珊瑚的负债 覆盖率并不高 你们的看法也是这样子吗 我们的看法当然不是这样 我说这个东西分两个层次来说 第一个就是说 珊瑚的覆盖率到底高不高这件事情 我们自己所看到的资料 基本上是不是像台电所讲的这样 我们看到的覆盖率基本上是高的 那第二就是说 至少台电自己所公开来的调查的数字 都已经是有七万四千株 珊瑚很清楚在那边 但是真正关键回头来问是说 那难道没有保育类的珊瑚 就应该填海造路吗 这个是违反比例原则 我说就算是没有保育类的珊瑚 这件事情其实也都应该要回过头来问说 那如果现在那边已经变成是一个珊瑚 因为珊瑚的存在而形成的海底生物多样性的生态系的时候 那你又该怎么看这件事情 就是说它是不是珍惜物种这件事情 不应该成为是否应该天海造路的唯一指标 它是生态的概念 它是一个生态系 就回过头来再说 渔民到底会不会因此而受损 好 雨损的部分当然是需要经过估计 然后到最后就变成补偿 可是我们也都知道台湾大部分的渔业 在面临到各式各样不同的海岸或近海的开发案的时候 大概都面临这种处境 就是说到最后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之下 只能回过头来谈说那你给我什么补偿 但我们现在看到问题最大也在这里 不是吗 就是说如果凡事都能够用补偿的方式 那你台电要不要直接把余汇买下来算 我是说真的 那不然怎么办呢 我凡事都用补偿来计算 那回过头来 我要问的是说 比方说中华民国的粮食自主率 或蛋白质自主率这件事情 我们到底应该要怎么算怎么量化呢 所以这件事情 台电那个说法 我认为拿出来听听可以 但是它不足以能够作为 这个填海造路正当性 万分之一的理由 我认为都不应该 因为它不符合比例原则 的确其实很多东西不是用补偿 而是要考虑到更长远 就是你今天花了钱补偿了 花了钱给大家 但是其实有很多东西就永远就失去了 包括你刚刚谈到整个文化 或者是这个生态 甚至赖雨为生的鱼业可能也有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 对不起 中华我再讲一下 就是说而我们透过潜水教练 所拍摄到的照片 海底的照片 或者是我们透过中研院 生物多样性中心的陈昭伦研究员 所拍到的画面 我们看到的海底的现况 其实就跟台电所调查的资料 我们认为是有落差的 那而这件事情如果没有办法取得共识的时候 那到底该怎么办 OK 我们也在这个过程里面发现 确实外木山海域 过去在官方的研究资料中 所累积的资讯坦白说相对比较少 而在基隆市的 坐落在基隆市的海洋大学 过去所累积的资料 也都比较偏向在研究基隆市的东岸 而非西岸 所以那个地方它当然会需要 比方说海委会或海报署 他们还能够再投注经费 进行一点再多一点的调查 或许它更具有公信力 但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不管是潜水教练也好 或者是潜水爱好者也好 或者是这个关注生态的研究者也好 我们所拿到的照片跟画面 基本上并不是如台电所讲的那样 不过台电也说 他们的填海的面积已经缩减了 已经减少超过3成5 然后他们有相关的保育计划 这个是可行的吗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再回过头来继续的做讨论 那当然除了这台电的观点之外 议员们其实也之前在议会里面发起的 严署或者是前两天 也到了基隆市政府 希望林佑昌市长能够表态 那他到底表态了没 他的态度是什么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再回过台继续讨论 有关是台电的消息 台电拍赏美中 这个基隆协服务电筹来改造天然气发展 但是企业团队是说这个破坏汉用生态 今天基隆记者会 让这个台电停止开发爱串替代方案 抗争到底 绝不妥协 大声话靠火希望政府 中市害有生态被破坏问题 各路的企业团队 由民意代表北斗 在任会计家会 批准政府为了会推动 理工林国 会议和港湖目标 在投赏大串电筹 去第三天然气接受站 破坏当地做大 现在台电有个机会 要把各人的协服电筹 改造天然气发展 结果在港湖目标 要团海做地 去第四天然气接受站 会破坏当地的山欧 整个填海造陆的面积里面 发现到非常山雾 非常多的生物 除了山湖 同时也有保育的海贵 那这件事情 也是我们基隆很重 很重大的海岸景观的冲击 企业团队也不断台电 如果没有提出 合理的台帖方案 也没有提出 如果改善工程对生态 破坏荒岸 真不应该 我们的政府 好好地来面对 他们在所谓的能源转型 非和家园 各种的什么时程之类的 在做这些开发之前 请先做好调查工作 规划的过程当中 也不断地纳入当地居民的意见 滚动检讨式的修正 甚至到最后决策以后 仍然不会放弃任何牵制的可能性 这样子才是一个多方面都能够坚固的一个做法 企业团队和有政府 在你推动令丸专行的时尊 要尊重行政政议 要专业推动 补合作战的联储 为了让令丸专行 破坏汉营的心态 既然综合不读 欢迎再次回到灿烂时光会客室节目的现场 我是主持人管中翔 灿烂时光会客室是由公民行动影记录制造库 独立制作 我们欢迎大家透过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让我们可以走的更远走的更好 然后也制作更多更好的公共议题的节目 跟讨论 今天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 基隆市议员王醒之 跟我们谈一下 这个协和电厂有改建转型的问题 醒之议员你好 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市议员王醒之 我们刚才醒之有讨论到 有关于这个协和电厂 这个海域旁边的下面的 这个所谓珊瑚的问题 那其实台电也说 他曾经也发表一个声明 我在看一些资料 他说这个协和电厂本身就是填海造路的方式 在兴建的 所以他说 我们可以证明 这个填海造路跟人造的海体结构 即时是可以兼顾这个供电跟生态 然后可以改善相关的空污的问题 而且他也会觉得这是唯一安全的方案 那台电他同时也强调说 这个规划填海面积已经从原来最初的29.5公顷 缩减到这18.6公顷就减少了3.5%左右 所以同时他未来也会去做 这个所谓珊瑚的这个富裕计划 所以台电的说法是能够满足你们吗 就是说他能够去解决供电跟生态之间的争议 而且看起来好像很有诚意的 就是我减少了这个超过3.5的这个面积 而且他也要做富裕计划 这个对生态会是一个帮助吗 还是其实效益是有限的呢 好那这个问题 我觉得还是我们分两个部分来回应 但因为时间的关系没办法细谈 那但是我觉得在逻辑上 是可以很清楚的分辨两件事情 第一个事情是缩小面积等不等于有诚意 这其实是两件不同的事 那我必须要说 如果有其他可以不要填海造陆的方案存在时 而这个方案确实也可执行时 你认为缩小面积是有诚意的回应吗 我这样讲我相信大家可以理解 就是说缩小面积其实只不过是一个在 你狗学一选的过程中的一种 谈法和筹码而已 真正的关键是回到说 那真有必要填海造陆来作为街气战吗 我必须要一直强调是说 我们目前现在筹码的一个守护外木山行动小组 来自四面八方 大家共同的看法就是 我们举双手双脚赞成能源转型 而且能源转型还有更好的转法 其中面对要盖天然气接收站这件事情 我们也提出了更好的替代方案 但是填海造陆绝对不是唯一的方案 但台电的说法就变成好像是说 我们在反对电厂 当然不是 今天如果一个电厂好好经营的话 它当然可以兼顾能源发电 然后以及环境一个电厂好好经营的话 但现在在讲的不是说我们反对 现在如果变成是 我们如果只是在反对填海造陆 要求提出更好的替代方案 就等于反电厂的话 那这件事情就跟扣帽子没有什么两样 所以这是第一个我说的 它其实并不是满不满足我们的说法 而是说它逻辑上根本就是错误的 因为存在着 确实等一下可以讨论 存在着可行的替代方案的时候 何需要填海造陆呢 这是第一件 第二个事情是有关珊瑚富裕 珊瑚富裕这件事情是这样 不要由我来讲 因为其实在环平会议专案小组会议的时候 海宝署的委员代表海宝署来参加的委员 其实都自己提出提出要求 我念一段给大家听他们的发言摘要 他们要求请开发单位 要补充珊瑚富裕规划及移植地点 还有规模以及骑程 他会这样子问 就代表台电的计划里面完全没提到这件事 结果台电最后的回复是什么 这个东西我简短讲就好 就是说他们 这里都是台电提供的文字 台电公司预定于111年12月31日 完成移植试验 111年12月31日 也就是明年的最后一天 年底 他才会完成移植试验 未来富裕规划将依照试验 及研究成果 据以拟定适合之富裕地点 及富裕规模 换言之 他现在完全没 是空的嘛 是空的 不但是空的 我们也请教过一些朋友 就是说珊瑚到底能不能移植 然后以及是不是所有的珊瑚都适合移植 适合移植的珊瑚 珊瑚到底是石珊瑚还是软珊瑚 还是哪一类的珊瑚 这件事情其实现在连海底的调查都还不够清晰 不够完整之前 台电就说用珊瑚富裕和移植珊瑚来作为 这个环平会里面的说明 然后海委会 海保署一往前问之后 那个他们的回答 其实就你就知道是完全是空的 所以在这个阶段 我们看到的是 他其实就是准备在第一次专案小组 第二次专案小组 第三次专案小组 反正能拖一次会算一次会 最终他们就会是希望赶快让他们在明年的一月 也就是下个月赶快成大会 这个是他们现在目前的节奏 所以您刚才在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 基本上我们会觉得 对它不是面积缩小的问题 它是有其他替代方案 可以不用填海造路的时候 真的还要这样子做吗 然后第二个才会是说 如果现在连珊瑚富裕和珊瑚移植都是整个空的计划 连海宝署都已经提出质疑 他们还敢这样子回复 那就代表着他们对于这件事情 不但完全没有想法 而且实际上是不准备做的 我觉得这其实反映出 其实我今天在谈这个议题 发现跟很多地方的案例 其实都非常非常像 这应该是从中华民国政府一直以来 慣用的一些手法 例如说他会把很多的议题给简化 或是把那个选项给单一化 然后在这个单一的选项之下 那我们来开始来画Palaken 然后到处来彼此来协商 如果我退了哦 那你不退的话 那你就是你退了哦 他其实没有考虑到 或是没有告诉我们 其他的可能性 或者是 其实相关的团体也提出了 其他的替代的方案 或者是甚至是一个双赢的方案 那你其实刚才不但强调一件事情 填海造路不是唯一的方法 那从议员的角度 或者是从环境团体的角度来讲 你们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去解决 可以让这个所谓的减少空污 然后可以有效的发电 然后又可以做生态跟文化的保存呢 好 那下面这个时间 给我稍微完整一点点 我稍微说明一下 到底可行的替代方案有哪些 其实我们提了好几种替代方案 而这好几种替代方案 它都不是没有事实基础根据的 其实是有 我讲第一件事情 用常理来想就知道 邪恶火力发电厂 它整个全厂的圆区 整个全厂的总面积有63公顷 那这63公顷里面包含主要的建物 主要的建物除了三根烟囱之外 除了办公室之外 真正真正比较占大规模面积的 其实就是五个 重油的油槽 我们刚刚前面提到 就是邪恶火力发电厂是烧重油 所以它有五座重油的油槽 再加上有四座的燃油机组 那现在四座燃油机组里面 已经有两座已经是除役了 另外两座还在运作中 即将也要面临除役 所以呢 台电在自己提出来的改建计划当中 很明确的是要采取先拆后建的方式进行 那如果要采取先拆后建的方式进行的时候 我们就会提出一个很基本的概念 任何人都会觉得 这件事情应该要这样子想的 是五座重油油槽拆除之后 四座燃油机组都拆除之后 厂区内的空间63公顷 是不是应该优先检讨 主持人我这样讲你知道的意思 就是说你63公顷的面积这么大 你应该是要先检讨厂区内的面积 而不是急着先填海造路 而且你填海造路的面积高达18.6公顷 真的有这么大的必要吗 所以我们 台湾蛮多的科学园区里头可能是空的 但是你不去检讨这些使用 而要去盖新的一样的道理 Yes 那所以我们当然也都可以理解 就是说这个在传统在主流政治 地方政治里面工程发包以及工程利益的逻辑 我们大概都可以清楚 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故事在进行 但重点就是我们讲的第一个替代方案 厂区内的空间重新再检讨 诶这件事情 你猜台电有没有真的认真重新检讨 答案是没有 他们只是草草的画了一下图 然后就说这个不可行 然后有安全距离的问题 但我们再往前问那安全距离的根据和规格 还有细致的规划在哪里 这个东西他们又提不出来 所以面对光是第一个替代方案 他甚至连替代方案都称不上 只不过就是一个 你基本你自己该做的study 你都没做 然后就只认就是要填海造路 这是第一个方案 我们觉得其实是应该要优先被检讨的 第二个替代方案是什么 我们目前其实 不是在推销这个方案 而是在强调的是说 其实台电没有真正用心想 第二个方案 你可以替代填海造路的方案是什么 是你不要做填海造路的 路上的天然气接收站 你可以用风控式的天然气接收站 就是我们在讲的FSRU FSRU这个海上的天然气接收站 作为一种工程或方法 这件事情已经在世界各地运作了20几年 它已经是一个相对成熟的技术 这个相对成熟技术 最临近我们的 比方说香港 香港最近新启用的电厂 也是在使用FSRU FSRU的意思就是说 国外的天然气LNG船开进来到你附近的时候 你有一个海上的浮动式的天然气接收站 直接跟它对接 对接完了之后 它把LNG就是液态天然气灌给你之后 它船就可以使力 那我们直接在用FSRU 在输气直接到这个厂区内的机组中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目前现在看到的 它的工期是天海造路的一半 它的工程经费也是天海造路的一半 那我们今天如果急着要进行能源转型 但是他们还坚持要天海造路 那请问到底是谁在拖延能源转型的时程 那所以我现在要说 台电当然有一些其他的说法 我们都不能接受 甚至台电有一些说法 还是超维基百科拿来跟我们讲 他不是说这里其实有海域的问题 有风向的问题 不太适合用这种FSRU的做法吗 那我现在就要说这件事情 海向的问题 以及港区内静稳度的问题 其实FSRU都可以克服 我现在举另外一个例子给你们听 现在三阶在争议中对吧 中油其实为了官堂藻礁的议题 他们其实有在思考FSRU在那边的可能性 但是我现在不评论三阶 我只是在说中油至少还做了一件事情 他们正式的做了一个FSRU的可行性评估报告 这个可行性评估报告 当时在发包出去的时候 在流标 为什么流标 因为台湾没有人懂 他们为了要把这件事情再搞清楚 然后所以就从国内标改成国际标 改成国际标之后 有一个团队来标 挪威的团队 挪威的团队来标完了之后 认为FSRU是可行的 好那我现在要因为不谈三阶 但我必须要说 中油至少在面对争议的同时 他还会去认真做一个可行性评估 不管他适不适合官堂 但是至少我们觉得台电也应该要做一个 FSRU的可行性评估 如果FSRU的可行性评估做出来是不适合的 那我们再来谈其他嘛 而不是你一开始就说要填海照路 那我们知道FSRU往前做了之后 甚至其实都有挪威的团队 他们都已经提出各式各样不同的方案 来面对我们在讲的风浪或静稳度的问题 那其实是可以解决 好但是这件事情台电也没有准备要认真研究 我讲真的台电 其实我们稍微查一下就可以发现 中油其实早在 过去这些年来 其实都已经参访过世界国际上在使用FSRU的经验 而且也尝试要带回台湾来讨论 那只不过三阶的争议太大 在这个其中报告 这个研究案的可行性评估研究案 其中报告甚至还没出炉之前 经济部就直接把梗图发了出来 说三阶不是用FSRU 但我要讲的是说 FSRU是不是可以研究 作为四阶的考虑 我认为当然可以 但现在重点是台电要不要做 这是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第二个方向 好我再讲一个 如果四阶做FSRU 它还会带来一种好处是什么 因为它是浮动式的天然气接收站 现在全台湾的天然气接收站 再往下算个几年 三阶四阶完了之后 还有五阶六阶七阶八阶不是吗 这些天然气接收站 零零种种全部加起来有二十几座 我们都要回过头来问说 那台湾真的需要有这么多天然气接收站 以及需要这么多 在这个陆上式的天然气接收站吗 FSRU它可以弹性的进行调整 今天FSRU作为海上浮动式的天然气接收站 它可以开到这边支援这个厂 开到那边支援那个厂 台湾也不过就这么点大 你现在全部都去搞天海造陆 全部都去搞路上的天然气接收站的时候 那接下来对于海岸线的破坏 那真的是万劫不复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海上的问题其实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它其实是可以解决 另外一个包裹 这个是可以弹性使用 反而是可以省更多的钱 它可能更有效应 更省时间 而且你看我再举一个例子来讲 墨西哥湾的发电厂也在使用FSRU 那墨西哥湾那里是有飓风的 它的强度不亚于台风或东北季风 所以我现在在说关塘的海向不好 然后这个东北角 这个东北角因为有东北季风海向不好 这件事情我们都知道是事实 但是再怎么严重 我不觉得会超过墨西哥湾的飓风 但即便如此我们也都觉得说OK 我们也没有说FSRU一定要做不可 但是你至少做可行性评估嘛 你不应该直接把天海造路就做成唯一的方案 而且是说声称说是唯一而且最佳的方案 这件事情是万万没有办法接受的 那我再讲一个例子好不好 再讲一个第三个替代方案的可能性 还有一个第三个替代方案 离协和火力发电厂直线距离只有8公里 是什么是深澳港 深澳港不是深澳电厂哦 也不是深澳湾哦 我讲的是深澳港 深澳港已经有本来就有现存的这个卸收码头 但是它是属于中油的 那但我们主张是说 如果把深澳港现有的港湾进行适度的改造之后 由台电来进行租用 然后让那边成为这个天然气接收站 在这种情况之下 再把天然气这个不是用路管 而是用LNG车输送送到这个 这个接驳送到这个哪里 送到协和火力发电厂 在这种情况之下 它也可以不需要填海造路 但我们提出这个想象的时候 台电当然也不愿意接受 那我们当然也都知道 目前现在台电跟中油 两大国营事业 虽然都号称是这个 老板都是中华民国国民 可是实际上他们这两大能源 是国营事业其实相互在竞争 下一个阶段能源的主导性 所以你会看到的是说 台电也在 中油不断的盖天然气接收站 台电如果要天然气 与其跟中油买 不如他自己买 所以大家就变成竞相在盖天然气接收站 然后竞相要主导下一个阶段 在台湾能源发展的主导权 那这件事情说起来就会非常荒谬 如果深澳港是可行的 如果台电愿意跟中油租用深澳港 如果中油也愿意租用 那这件事情其实都可以解决 但问题是真的如此吗 我们看到的是他们两强在竞争 其实谁都不愿意受制于谁 所以最后就变成是说 变成是一个荒谬的剧是什么 是你要吃鸡蛋 你要为了吃鸡蛋去养鸡 你要为了喝牛奶去养牛的这种矛盾 所以我们后来其实也 我后来其实碰到曾文生 我也直接在跟他讲 我说你们为什么不好好研绎这件事情 是不要让这两大巨兽在那边竞争 然后最后倒霉的是台湾环境 对最好的方式是什么 是你经济部把中油的天然气跟台电的天然气 两个部分都切出来 你成立一个属于经济部管的天然气事业部或天然气公司 然后由这个天然气公司把提供天然气给这两大能源公司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才可以降低他们两个人彼此之间的竞争 否则弄到最后就变成倒霉的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情况 所以第三个替代方案 生耗港有没有可能呢 我们认为这个也可以研溢 但台电有没有做过研究 ZERO 完全没有 你刚刚谈到曾文生 其实曾文生也有对这件事情有做了一些表示 就是他提到说 这个现代的方案对于海岸冲击是最小 然后如果明天台调查部组的话 那再重新的普查一次 可是这似乎没有回应到你刚刚谈到说 这个台电跟中油之间 他的这个竞争的关系 可以变成某种的合作关系 他有针对这个部分来回应你吗 还是就其实就只是单纯说 那我们调查就好了 因为那个是在环评会的公开场 我直接质问他 意思就是说 你经济部作为老板 你竟然管不动你两个手下 这个东西也外面太说不过去了 那然后所以在我后来提了这件事情 但曾文生现场他当然不能承认 也不敢承认 所以他意思是说 没有没有经济部一定是管得动 因为真正是目的世界主管机关 就是经济部 但是对于刚刚提的这件事情 他是完全没有回应 OK 其实不只是中央部会或是台电的问题 其实我看到你们也包括前一阵子到 前几天到这个机动市政府前面去快散 然后也在议会里面发动连锁 基隆市议会有30位议员 但是有17位的跨党派的议员 要求这个林又昌市长来表态 当然因为议长说这个虽然连锁过半 但是已经过了这个提案的时间 所以他也没有办法要求市长来表态 那可是你们其实也直接杀到市长的前面去 到市政府前面去 他有针对这件事情来表态吗 应该这样讲说 我有看到他有一些说法 这个说法其实跟过去的国民党的说法 是很类似的 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然后要降低污染很棒 可是应该要去严谨的去审查 他大概是回答这个部分 那这些东西是不足够的 还是你们要直接说 你就是要反对 或是你就是要赞成这样的表态 好 这件事情我要再花一点时间讲 因为是真的觉得非常让人觉得难以置信 难以置信是什么 是说刘永昌作为一个这么优秀的市长 他在这个议题上用这种方式来回应 我觉得是 我觉得是让人非常失望的 因为这已经是现在他在 他在基隆的任期基本上只剩下一年 那剩下这一年 他到底心还在不在基隆这件事情 我觉得是值得在几个面向来进行检查 但是因为我们现在不是在谈地方政治 我们现在在谈的是邪恶火力发电厂 所以我们针对这个主题来进行讨论 我们前不久去 前几天去市政府进行快散行动 要求林又昌市长能够有一个明确 针对邪恶火力发电厂 天海造路的案子有一个明确的表态 我们为什么要去那个门口 那是因为我们已经在市议会里面说破了嘴 都没有得到回应 所以才会去说 好我们个别的市议员 既然已经说破嘴了都没有用 那我们至少让议会做成一个决议 基隆市议会是在本届 本届基隆市议会以来 从来没有一个提案是 过半联署要求市政府做一件事情 从来没有过 为了这件事情 有17个议员 还有一些议员也愿意加入联署 但是时间上来不及 所以来不及联署进来 人数其实还应该更多 然后甚至也有一些执政党的市议员 民进党籍的市议员 一开始也联署进来了 后来到要开会之前纷纷撤签 当然那个撤签我们也都了解 那个是在市长压力之下 或者是在什么压力之下我们不清楚 但总之撤签了 但无论如何还剩下17个 这17个也过半 那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是因为我们在市议会里面 一问再问都问不到结果 我们问到的是 林又昌市长不断的重复放一个录音带 我称之为昌5点 林又昌的昌5点 他讲了哪5点 真的我们听到耳朵都长简了 哪5点 我快速念给大家听好吧 占用大家一点时间 昌1点是 要求采用最严谨程序 以标准进行此案还评审查 你觉得这很实际还是很公泛 这是昌1点 这是最基本要做的吧 而且这是还评法的规定 基本上就是这样 何需要他重申 昌2点 要求让更多专家学者参与 充分讨论 好这件事情那就要问 那环评会的环评委员 哪一个不是学者专家 大家也都充分讨论不是吗 而更何况7月才换了一批新的环评委员 那大家说是越换越听话 我们也不知道真的还假的 但实际上就是 委员也都参加了 学者专家也都参加了 也都充分讨论了 所以这个昌2点我们听不懂说 这到底为什么可以代表基隆市政府立场 昌3点是什么 台电应该要与地方民意代表与当地民众抽份 说明沟通 我们刚刚就已经听到了 他有充分说明沟通吗 没有 他的民意调查告诉我们说 有八成的基隆人都同意 可是实际上我们刚刚也都知道了 他把填海造陆包藏在能源转型里面 某些前提后果是没有揭露的 是是完全没揭露的 所以这件事情其实也没说明 这个昌3点我们也不知道怎么一回事 来昌4点是什么 是他要求说要保障外木山渔民生计 这件事情 外木山的渔民对于这个议题 有没有表示反对意见 有 然后到后来声音慢慢慢慢变小 变小完了之后变成是什么 变成是他们回过头来要补偿 那这件事情我们在全台湾各地 只要在海岸渔村的重大公共建设 我们都看到这个是一个重复 不断在发生的逻辑跟故事 就是说你慢慢把渔民的产业和生存剥夺完之后 用刚刚我们在讲的补偿的方式 就是渔月权补偿和鱼损补偿的方式来替代 那你就会知道是说这件事情 渔月会走向没落不是没有道理 所以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真正的 我刚刚讲说有能保障了渔民的生计呢 他或许会愿意用补偿的方式进行 但是那不代表渔民的生计被保障 第五我要讲 第五点他的仓五点是 要确保基隆港航运安全 好这一点我也要说 这件事情其实有讲跟没讲一样 可是我要讲 因为刚刚前面已经说了 外木山渔港的渔民会反对的原因 那是因为什么 那是因为他们也都担心涂体效应 基隆港会不会也有受到涂体效应的影响 会按照学理上来说 前后五公里其实都会受到影响 那当然也包含外木山渔港也包含基隆港 好可我要讲重点是基隆港这件事情 有三大工会 商业同学工会是清楚不但具名 而且行文表示反对 哪三大工会 轮船工会 船务代理工会 和这个船舶货物装卸工会 这三大工会是清楚的 连民发文都反对 为什么 主要原因是因为基隆港现在的进出量 每一个月有3000艘 一个月有3000艘次 即便它已经在慢慢萎缩中 但是都有3000艘次 但是如果它田海造路做出来 台电田海造路做出来之后 为了要迎接天然气LNG船到台湾来 你知道吗 一个月几艘次 钟晓你绝对想不到 一个月只有两艘次 哇这差那么多 一个月两艘次 全年24艘次 那你这个完全不符合比例原则 今天如果田海造路造了出来 涂体效应最后导致基隆港 受到飘沙或者等等的影响 而导致功能不张 这件事情它是影响 每一个月3000艘次的航运 这件事情你说三个商业同学工会 基隆港相关行业的同学工会 跳出来反对这件事情 理所当然 他们三个工会到目前为止有没有被说服 没有 甚至是说开了几次会之后看到政府 就是决定要往这个方向做 他们后来都闭嘴 可是实际上是清清楚楚新闻 所以我要说的是 这件事情 仓五点我们一听再听 也都知道这每一点说到下面都是空的 到最后就会变成是什么 关心外木山海岸的基隆人 只问一个问题 请问基隆市政府能不能代表基隆人去环评会发言表示 反对填海造陆 而且要求台电能够在填海造陆之外提出新的替代方案 这个我认为是合情合理 但是林又昌市长对于我们去市政府快审 他给我们什么回应 我简直是要吐血 他竟然说我们在作秀 我的天啊 说我们搞错对 说我们搞错对象 我要说 这个有什么好作秀可言 这个就是很清楚的要求你表态 因为这个代议式的这个间接民主已经在 在议会里面怎么跟你讲 你就是反反复复放那五点的录音带 没办法了才到市政府门口去逼你表态 怎么会说我们在作秀呢 然后第二说我们搞错对象 议员如果有意见应该去环评会表示 老天爷前面三次专业小组会议 前面三次专业小组会议 我们哪一次没有去 我们不但每一次都去 每一次都被限制三分钟发言 那你基隆市政府有没有派人去呢 有啊 有没有表示意见呢 我告诉你第三次环评会议的时候 基隆市政府表示没有意见 第一次环评会的时候 我们听到我们听到最具体的意见 你听到你会吐血 我们听到最具体的意见是什么 是基隆市政府环保局出的意见 竟然是建议台电 拜托台电在填海造陆的时候 采用基隆市政府的焚化炉的抵扎 所做出来的CLSM 我在讲这个听懂吗 就是他们唯一具体的意见是 拜托台电采用他们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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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收力量 而那些回收力量是由 天外天焚化炉 也就是我们基隆市政府的天外天焚化炉 最后烧完的抵扎 这个不会有利益回避的问题吧 或者是说 环境保育的单位怎么会去谈这件事情 而没有去从个更宏观的角度来去 怎么去保护这个环境的问题 那但是产发处产业发展处到现场 他当然也有提一些相对的意见 但那个相对意见其实都是在提醒台电说 那你们在做天海造陆的时候 你们要注意哪一些工程管理的问题 不能对海洋造成更大的污染 但所有的前提都是已经先同意天海造陆 好 当天我们去快闪 市长除了说议员在做秀 除了说我们搞错对象 我跟你讲还说了第三个 就像您刚刚讲的就像是过去国民党在执政的时候 指责街头运动的说法 说你们这群人知法犯法 因为你们没有申请集会游行 我的老天啊 集会游行法 他是否违宪 集会游行法是否应该要废除 这件事情难道 你有唱不知道吗 好 现在回过头来说 议员知法犯法 所以不可取 然后用这种说法来回避回答这个尖锐性的问题 那你会不会想说 那林又昌是不是作为一个基隆市市长已经 其实早就已经同意这件事了 这是他不敢承认 最后最后我们好不容易透过新闻资料 看到林又昌表示是说 仿佛在为台电代言 再说台电已经朝向缩小面积去工作 市政府也会要求他们缩小面积 老天这个就回到我刚刚前面的逻辑 如果可以不用填海照路 你这个时候谈缩小面积不是很伪善吗 市政府的立场是这样吗 到最后我们在快闪当天 我也只能这样子半嘲讽的半开玩笑的说 林又昌市长如果未来有机会高升去台北市当市长 你也是需要回到基隆来看海的不是吗 你现在可以代表基隆人好好的监督或反对这件事 结果他说我们搞错对象 这件事情是由中央主导 我的妈呀 中央主导是什么意思 你难道中央要在基隆市盖任何东西 你都不会有意见吗 这个是把我们当成三岁小孩 把基隆市民当成三岁小孩再耍吗 所以他的意思是说 中央就是老大我就是小弟 中央主导我就听你的 但是问题是说你从一个地方首长的角度来讲 所以中央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 那地方的利益 地方的这个环境 地方的各式各样的文化生态 也就是中央主导决定 那地方的首长存在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是啊 所以我们就开玩笑说 就是说这个如果是好事 他就会说这个是他向中央争取的 那如果是有争议的事 他就说这个是中央主导的 这个 我说这个是基本的政治责任的问题 但我们当然可以理解 就是说我其实都在公开场合 在议会里面公开场合 我夸奖过林优昌很多次 其中有一次是我觉得是 我到现在为止也这么认为 就是说林优昌有可能是基隆市 过去30年以来 能力最好的市长 我必须要这样子说 真的 但是他最后这一年 让我觉得晚节不保 晚节不保在哪里 很多重要的议题和重要的公共政策 他都不选择表态 那那个不选择表态有两个目标 一个就是回避争议 他希望能够最后安全下桩 然后能够在高民调的结果之下下桩 留给基隆人一个好印象 但是你可以看到在基隆捷运这个议题上 其实已经风风雨雨 他到最后仍然不选择表态 第二个议题就是我们现在在讲 这个填海造陆这个议题 他也不表态 所以我刚刚是说 他回避争议 想要安全下桩 作为一个政治人物 我可以理解 但问题是在这个关头 是他必须要勇敢做决定的时候 他能不能做决定 他敢不敢做决定 他的政治道德 知不支持他做这件事情 我都觉得这件事情 必须要更严肃的来检验 如果在基隆市他面对这种争议性的议题 他都不敢表态 而且不愿意面对争议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怎么能期待他去当台北市市长 我很严肃的这样子讲 我对于他个人能力操守 我没有任何意见 但我说这个食穷节乃限 在这个时候 我觉得那是关键中的关键 所以后来我帮他取了一个 半亏他 取了一个绰号 是叫他外推市长 反正是什么都往外推 你知道就最后这一年 什么都往外推 这当然也有 这当然也有 这个顺便把那个三接 这个外推方案拿来嘲讽一下 那我的意思是说 就作为一个外推市长 这样行吗 我个人是对他的能力 我毫无疑问 我认为真的 对就是他是30年以来 我觉得能力最好的基隆市市长 这个毫无疑问 而且帮基隆市争取很多经费 也跟中央有非常好的关系 要到了很多中央的支持 补助 但回过头来就是在问说 一个外木山的海岸 他其实世世代代百万年以来 都在那边 未来百万年也会是如此 今天如果基隆市市长 你不跳出来反对 或者是要求台电提出替代方案的时候 这个中翔我再跟你讲 这个填海造陆的18.6公顷 下去了之后 真正施工的期间长达7年 长达7年 而且做到完之后 在距离2050年 只有18年的时间 如果2050年我们 台湾就是准备要跟上 这个净零碳排的这个时程 你觉得台湾还能够大量 在18年之后继续烧天然气吗 你知道这个其实是很大的问题 就是另外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们都知道 天然气是一个过渡性的能源 所以绿能到底在这个阶段 怎么再往上拉 这是一个需要大家一起 共同解决的问题 但重点是填海造陆下去 这个附属设施 假若只能用18年 那是完完全全不符合比例原则 今天非常谢谢 而且这个省之来跟我们做这么多的分享 其实不管是从这个个案的本身来看 或者是从台湾整体 这个中华民国过去的这个所谓官僚系统 在面对问题 处理问题的态度来看 或是从一个地方政治的角度来看 都给我们非常多的 这样的一些观点跟看法 当然最后谈到这个林又昌市长 其实我觉得 很多政治都是明则保身 但是如果政治都要高深 他就必须要政治的高度 然后他必须要去展现 他自己的政治的态度 要不然其实 这反而不见得能够得到社会的支持 因为在这样子的名则保身 反而让你觉得说 你不敢去面对问题 那当然我们看到 这其实就像刚刚 省之一开始跟我们讲到的 这样的一个预言故事 就是这个大草鞋 大草鞋背后恐怕是有一个大巨人 但是这个大巨人怎么样去被打败呢 过去的想法 过去的做法也许是比较可爱 或是可能会觉得有点蠢 可是他事实上可能也是一个真实 就是我们要有一个更大的鞋子 把它做出来 请大家来跟我们一起编一个更大的鞋子吧 这才是一个民众的力量要去展现出来 我们也期待说不只是基隆市民 包括台湾各地 对环境保育 对于整个台湾的生态 或是整个能源转型 关切的朋友都应该来关心这件事情 再一次谢谢请知来接受访问 希望下次有机会在你跟你讨论相关的问题 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 谢谢 拜拜